这两只苍蝇正在交配 不幸的是树上的油脂低落下来 瞬间包裹住了它们的身体 直到四千万年后的今天 它们的身体依然保存完好 嗨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神奇的琥珀是如何让昆虫千年不符的 传说琥珀是老虎的魂魄 在老虎死后 尸体变成了琥珀 而老虎的金魂就是琥珀内部的物质 因此在中国古代 对琥珀的正式称呼是一或一欲 由于被认为是老虎的魂魄 因此民间也称其为琥珀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琥珀都广受古人的喜爱 因为除了金银剔透的精致外观以外 它散发出来的清香也独具魅力 古人将它和龙咸香 视作十分珍贵的香料 有史书记载 古代妃子还会利用琥珀的清香 来吸引帝王的注意 不过现在人们对琥珀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它们并非是老虎的金魂 而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 一些树木会为了对抗捕食者和病原体 会专门分泌出一种贴类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树枝 分泌树枝的树木体内 有一些极其细小的管道 这些管道是树木的细胞间隙 被称为树枝道 树枝道的周围有一层分泌细胞 当树木受到外界伤害时 这些细胞就会分泌树枝来填满伤口 用以杀菌和缝合伤口 被排出的树枝沿着树干流进土里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体型较小的昆虫或者植物碎片 会被卷入树枝里 历经千万年的气候变化和地壳变迁后 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 埋在土里的树枝最终石化 形成松枝化石 即现如今备受追捧的琥珀 人们在识别琥珀时 往往会将其和松枪混淆 因为它们形成的方式类似 都是树木分泌的油脂 而且都是古代人热切追求的香料 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松枪的形成时间和环境 要比琥珀短得多 形成一块琥珀需要经过千万年的地质作用 在压力和热力的双重作用下 才得以形成 而松枪未经过地质作用 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受热即可形成 尽管它们的外观很相似 但是松枪的密度 熔点和燃点都比琥珀低 不亦保存 因此琥珀的价值自然也要高得多 自然界的生物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不论是哪一种生物 在失去生命特征后 身体都会逐渐被微生物给分解 进化 人也不例外 但是琥珀却打破了这一自然规律 被树枝不小心包裹进来的昆虫 植物碎片等物质 却能够存在千万年而不被腐蚀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枯黄的落叶或者死去的动物尸体 在空气 水分 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下 会逐渐被微生物给分解 经过几天时间后 就有可能被腐蚀的面目全非 而一块树枝被分泌出来后 会像水滴一样下落 渐渐包裹住碰到的树叶 花瓣甚至有生命的昆虫 这样形成的树枝生物标本 在独立成形后 一直是隔绝于空气的 在滚落到泥土的过程中 被树枝粘住的昆虫 虽然失去了生命特征 但是尸体被树枝裹住 也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在没有空气 水分和养分不足的情况下 分解和净化尸体的微生物 没有滋生和活动的条件 因此昆虫尸体便能够得到长期保存了 这种通过隔绝空气来防止腐败的原理 其实早已普遍运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冰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会把没吃完的饭菜放进冰箱 防止因天气炎热导致第二天饭菜变味 而冰箱的作用就是隔绝了空气 以抑制微生物的滋生 在一些场合 比如法医解剖尸体的时候 为了让尸体的证据不被微生物腐蚀 通常会使用一种特制的冰柜 来使其保存得更久 而通过低温来保持尸体的原理 和树枝隔绝了外界的温度 来抑制微生物的滋生 是同一个道理 除此之外 树枝本身含有的松吸 酒精和乙泉等成分 能够在包裹住尸体后 迅速进入生物体内 不仅会使生物体得到干燥和脱水的效果 还能让体内的蛋白质和霉变性失活 达到抑制细菌生长的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琥珀的防腐效果这么好 动不动就能达到几千万年 古人为什么不用它来保存遗体呢 只要是人在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地位后 大概都想长生不老 从秦始皇开始 古人对于长生不老的热切追求 就从未停止过 但是当这个梦想落空以后 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寻找能够长久保存尸身且不符的方法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由古埃及脱水后形成的木乃伊 而如果是用琥珀来保存遗体 那绝对比木乃伊体面的多 然而这却不是人力能够做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 试想一下 如果古人真的想要用树枝 来达到尸身防腐的目的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要拥有大量能够分泌树枝的树木 一边收集树枝 其次要有足够的人手 在树木开始分泌树枝后 迅速将其收集起来 然后再将收集好的大量树枝 放在一起融化处理 最后把树枝涂抹在尸体身上 听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知道 一滴树枝的体积很小 被卷入的昆虫和植物碎片 也是因为自身的体积小 才得以被树枝完全包裹后 留存下来的 比起那些细小的昆虫 人的体积不知是他们的多少倍 要想收集到 能够完全包裹住人体的大量树枝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有人可能会说 古代帝王能召集那么多人 想要采集足够的树枝 应该不在话下吧 实际上采集树枝确实不难 难的是如何保存 一棵树在分泌树枝时 速度十分缓慢 而且基本上刚刚被分泌出来 一接触空气便凝固了 凝固后的树枝非常坚硬 想要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就需要高温加热 但是高温加热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树枝会发生化学反应 即使变得十分柔软 树枝中的松析 酒精和乙泉等物质 也会大量挥发 所以这样形成的树枝 再也不是最初被分泌出来的树枝了 由于人的遗体腐烂速度较快 以及树枝极其容易凝固的特征 在进行这一系列步骤的时候 每一步都要与时间进行赛跑 但是这当中的每一步 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所以在古代利用树枝 来达到师生不符的目的成本太高 且可操作性不强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KAG MING PAO —layse